中风可能导致长期体脏 但及早进行复健能提高复健的几率 不过调查发现本地只有27%的中风患者 在出院后一年内持续地进行复健 而即使出院仅一个月 坚持复健的病人也只有约33% 来看记者学书会的报道 42岁的潘彦宏今年1月突然头痛剧烈 几天后脑血管破裂中风 那时他无法说话 右半身也瘫痪 当我不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会很生气 很沮丧 不明白为什么我怎么可能10天住医院 我就失去这个功能 怎么我的右手还是右脚就这样 不让我这样动 索性在接受复健的疗程之后 潘彦宏逐渐地恢复了语言和行动能力 过后他还到健康活动中心的中风病人 辅助站参与活动 认识那里的其他中风患者 医生表示不少中风患者因为出行不便 或是没有看护协助 而无法在出院后继续地进行复检 医生表示下个星期二正式开幕的中风病人辅助站 将能协助中风患者恢复正常生活 中风病人辅助站参与活动中心情